南大國中不只重視核心的副業 也鼓勵小孩的運動 體育班當中的投球隊 在第68次的官員在國南組以及國路組團體的冠軍 以及東大、鄉大和學鄉大的冠軍 可以說是相當的不簡單 現在就頭過兒竟然帶大家了解他們平衡時是怎樣的認識 李翁上課以外的時間都在認識 南大國中體育班的投球隊 在這次的官員拿到這項冠軍 可以說相當不簡單 暑假打一個中區精英賽有進到決賽 那時候還滿開心的 我很喜歡做球這個運動 我未來不管是 就算是在高中沒有以做球當作專長繼續走下去 我還是會拿做球當作休閒運動 甚至是可以參加一些對外的比賽 學校這邊發展桌球的一個運動當中 最主要是文武兼具 那也是在整個術科跟技能上 還有我們學業的部分能夠一起來發展 在國中這個階段 不像家長也很重是割業 他們出口方有關是以學生的學校為主 才利用割掛時間加強練習 但同樣成功的小孩出去比全國賽 希望他們能夠出去打一些全國賽 然後來增加他們的經驗 可能是說在練習的過程中 在努力的過程中 他們可以發展出更好的一些 人格特質或是品德的地方 所以這也是我一直堅持他們要 嚴格訓練 就是堅持每天的嚴格訓練 邀請了很多專業的老師教練 然後以及我們縣內所有優秀的學生 一起來加入我們南投國中體育班 桌球項目的行列 我相信在這裡絕對可以 繼續發揮他們的長才 在桌球的表現上 可以得到最好的成績 口齊要拚身體 也必須有健康的身體 就當年是道具全程 不然能夠訓練學生有用心的身體 並開放他們的幸福 更加做信心 在這裡是探訪報道喔